杭州亚运会已经完美地落下帷幕,体育竞技,有成功就有失败,古人云胜败乃兵家常事。 而有些人天生就是焦点,就算比赛已经过去有些时间了,给我印象最深刻的,那就是此届跳水运动员冠军全红蝉。 在女子十米跳台决赛的比赛中,全红蝉再次给我们表演了什么叫水花消失术,轻盈的身体跳入水中后,不激起任何多余的水花,特别是在第二跳,全红蝉凭借向内翻腾三周半报夕的动作,直接让七位裁判全部打出了十分满分,他也成功地拿到了金牌。 当网友看到比赛视频后,调侃道,我吃火锅往锅里丢丸子,都比这个水花大。 全红蝉的夺冠,也引来了众多人的喜爱,评价全红蝉是天才少女,跳水之神,随着越来越多的夸奖和喜爱,把这个只有16岁的少女捧得越来越高。 全红蝉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,是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跳台决赛,当时她凭借五个动作,获得三个动作满分, 总成绩466.2的高分,打破了当时的女子十米跳台记录。 可以说,全红蝉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视线就是满分,随之围绕全红蝉的赞誉和夸奖,如潮水般涌来。 美媒NBC的解说员给出了极高的评价,称她的表现可以进入奥运会年间。 就连跳水皇后高敏都夸赞到,她是上天给我们的礼物,全红蝉的出现断送了好几个运动员的奥运金牌梦, 就连前世界冠军郭晶晶都表示,对全红蝉三跳满分的成绩非常羡慕,自己跳了20多年都没有这么多满分。 就是这么一个集万千夸赞的一个人,她的个人职业生涯也非常的传奇。 2020年10月的国内奥运选拔赛,这也是决定全红蝉命运的时刻,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,在比赛前的第三周,全红蝉才刚把动作学会。 但三战选拔赛之后,她却以积分名列第一个成绩,成功地参加了奥运会,并且在最后拿到了属于她的第一个奥运冠军。 她在短短一年的时间,从一个没有人知道的跳水运动员,成为了一个在站在国际舞台的冠军,可以说她的成名只能用横空出世来形容。 在赛场上的她,是绝对的强者,但是走下赛场的时候,她和我们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样,她非常喜欢玩偶,在参加本次奥运会的时候,她的背包就挂满了玩偶,最喜欢的是乌龟玩偶,因为她觉得乌龟玩偶又丑又可爱,很多粉丝知道后,经常会在现场给她带来一些小乌龟玩偶。 全红蝉也有非常可爱的一面,在东京奥运会夺冠之后,当时的教练非常激动,跑过去把全红蝉高高地举起,当时全红蝉全然不顾教练的开心,因为教练的举起让她的嘎吱窝好疼。 平时喜爱玩王者荣耀等游戏,但是由于未成年,每天只能玩一个小时。 在面对采访时,有时候她会踢墙走,心里默念看不到我,看不到我以此来躲避记者的采访。 很多记者都称其为采访界最大的挑战,让人感觉俏皮又可爱。 全红蝉被大家所熟知之后,她的倾庭家境也同样获得大家的关注,全红蝉的村里一共有38户低保护,全红蝉家就是其中之一。 一家都是靠务农为生,在这本来就困难的家庭,全红蝉的母亲还患了病,这无疑是雪上加霜,连治病的钱都没有。 全红蝉虽然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得了什么病,但是她想要自己的妈妈好起来。 她知道,只要自己站在跳水台,获取更多的奖金,那么就有钱给妈妈治病。 全红蝉选择进入体校学习跳水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学校包吃包住,而且学习生活都不要钱。 但是她自己却一刻也没有放松,体育竞技本身就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训练,加上家里的困难,这也让全红蝉比所有人都更努力。 全红蝉最开始加入的湛江体校,这是广东省条件最差的训练基地,当时还是露天的跳水台,和我们印象中的天壤之别。 由于是露天跳台,也常常受到天气原因的影响,有时候刮风下雨,冬天很冷的时候,都不能训练,而没到夏天,露天的铁制跳台,常常被晒得滚烫。 全红蝉就用毛巾把水挤在露台上降温,就算是最差的环境和设备,全红蝉也从未停止过训练,因为她知道,只要努力,就可以获得回报。 因此,全红蝉进步非常快,从三米跳台,到五米,七米跳台,一次比一次高,跳水也一次比一次完美。 两年后,她第一次登上了十米的跳台,面对这么高的高度,很多人看到都会害怕,全红蝉却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。 全红蝉的教练也曾经评价道,全红蝉对待训练的态度和她能够吃苦的精神,在同批队员里面都是最拔尖的。 每次训练,都是竭尽全力,把自己磨练到极致。 全红蝉进入国家队之后,也没有对自己的要求放松,每天都坚持在路上跳200到300个之间,在水上跳120个左右,不断地练习单一的动作。 要是比赛时有一个动作,没有达到她想要的状态,结束比赛之后的她,一定要回去练习,直到把这个动作练习到满意为止。 所有说全红蝉的成功,都是她用汗水和努力获得的。 但是随着全红蝉的名气提升,有时候也会遭到外界的一些质疑和指责。 东京奥运会之后,全红蝉成绩开始下滑,在后面的连续七次比赛中,都输给了队友,当时就有人发文。 称其为奥运冠军,也只是昙花一现。 还有人直言道,成绩下滑,是因为接了太多广告,没心思在训练上。 而且夺冠之后落户广州,有人就质疑她爱慕虚荣,甚至造谣说因为成绩不行,全红蝉被退回省队。 其实面对失败,最难过的就是全红蝉本人,今年的三月,全国跳水冠军,只拿到银牌的全红蝉在面对赛后的采访时,带着哽咽地说道,我没哭,我没哭,下一场赢回来。 实际上,她的成绩全部是她自己用汗水换来的,她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天才,我们能看到的只是她耀眼的成绩,却忽略了她夜以继日的刻苦训练。 跳水运动员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身体,在全红蝉夺冠之后,也开始进入了发育期,身高体重都在增长,在身体发育之后,以前本来很轻松就能完成的动作,现在做起来就非常吃力,因为身高和体重的变化, 跳水的动作也需要重新进行调整,全红蝉后面还要面对更大的考验。 好在全红蝉并没有让人失望,尽管每一次蜕变都是困难的,但是她还是渡过了难关,在本次杭州亚运会成功获得金牌,再一次用实力惊艳了我们。 可以说,全红蝉的生涯有过非常多的赞美,但是同时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质疑,但是她自己的想法却非常简单,就是把跳水练好,就像她在采访时说的, 每次比赛的目标就是每次超越自己一点点,跳好自己的,专注的去比赛跟去做动作。 全红蝉后面的路还很长,在这条不满荆棘的路上,有夸赞,有质疑,只要全红蝉保持自己的初心,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,就算是成功失败,都是可以接受的。 同时,我们也不要忘了,她还只是有一个16岁的孩子,我们当然期望她取得更好的成绩,但是我们更希望的是,她可以享受跳水这项运动,伴随着快乐成长。